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9月26日 周四凌晨,英联杯第三圈有多场好戏上演 其中利物浦主场迎战李斯特城 利物浦正处于各项赛事六连胜中 加之此前三次正式比赛对阵李斯特城都取得胜利 状态火热的利物浦此一挺进第四圈不在话下 上季对利物浦而言无疑是一个失败的赛季 欧冠联止步16强倒在黄马脚下 英超只取得第五名的成绩失去参加本赛季的欧冠联资格 而联赛杯、组总杯则军止步第四圈 幸好在经过一个夏天的调整后 红军重视状态 前六轮英超斩获5胜意和战略积分榜第二 入15球仅15球 攻防表现稳健 上季备受诟病的达云纽尼斯如今也已融入球队 上仗对阵维斯贤的联赛正是他射入反超比分的一球 目前攻入三立英超入球的达云纽尼斯也和穆罕默德沙拿并列成为利物浦的头号射手 此一主场作战 面对已轮位英冠球队的里斯特城 利物浦取胜不在话下 巴伦豪取21分 上季从英超降班的里斯特城在英冠可谓是降维打击 目前狐狸位列积分榜首位 攻入14球失5球 攻击力乃英冠前列水准 而防线则为英冠最佳 是24支球队中失球最少的队伍 和大多数降班球队一样 里斯特城今下也流失了不少主力 但球队也因此得到了不少资金可用于引员 前狼队队长甘纳高迪 前英格兰果角哈利云克斯等人的到来 令球队的实力得到增强 外加维费特尼迪迪 博尘达卡等人的留守 里斯特城的实力并无下滑太多 至少征战英冠是绰绰有余 而重返英超无疑是他们经济的首要目标 既然重返英超是里斯特城赛季的主基调 那将过多精力投放至悲赛显然不理智 何况金账对手还是苦主之一的利物浦 自2014赛季重返英超到上季降班 里斯特城期间 共与红军在正式比赛交手20次 却只取得5胜3和12负的战绩 且目前还处于对赛三连败中 再加上如今球队实力已不能同往日相提并论 里斯特城金扑难记厚望 感谢您的收听